接下來方成老師要來介紹的是 多項式的不等式 多項式的不等式 那基本上呢 如果兩個多項式或者說反正有一個不等式 你說x大於c 那現在呢 如果a大於0 兩邊同乘上a的話 這邊乘以a就是x 這乘以a就是ac 那乘以a如果他等式大於0的話 我們的不等號是不用改變的 原本大於就是大於 原本小於就小於 但是如果a小於0的時候 那你乘以a以後 這xxxxaac 原本大於就要變小 原本大於就要變小 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 當然如果是你乘上一個平方數 那平方數基本上大於等於0 所以你如果乘上一個平方數 它大於0的時候 跟等於0的時候 分開去討論 大於0的時候就可以直接乘 我會改變他的不等式 好 這沒有問題 那加減不會改變 加減不會改變 加減就是以下而已 以下轉折 我相信這個同學都會 好 那我們要直接來看題目 好 直接看第一題 第一題它說 這個4分之x-3 那麼減掉 2分之x-6 那麼再 那麼大於等於一個10 好 待會我們要來求解這個題目 好 那再求解的話 通通有根本2分4 那我們可以通通乘以多少 8 8是一個正數 乘以4 乘以4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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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4就可以了 好 我們都用乘以4 那 乘以8也不會錯 乘以4或乘以8都可以 不過最小的 後備數是4 我們就用4就好 那4大於0 所以不會改變不等式 那乘以4變成x-3 減掉 這個乘以4呢 x-6 4跟2月掉還有一個2 也寫在前面寫後面都可以 所以大於0 這邊也要成4 不要忘記了 那我們剛才講說 這是正的 所以不用改變不好 大於0就照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它 這個 以下以下 發現這個等下x 都移到這邊好了 那這邊就剩下 乘以3 乘以3加6 6乘以2是12 這個是6乘以2 12 好 我們就大於等於4x 這x1過來是-1x 那你等這裡呢 12x是-的 -1過來跟其他等 其他等 那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 4s-3x 再加2x 再加2x 那最後加起來是9 那沒有9x的範圍 所以這5一樣 我們要怎麼比2呢 就抽一個5 5是正的 所以1等10不用改變符號 是有1條 所以x就小1等 5分之9 所以我們答案呢 x小1等5分之9 好 看看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